陕西的李先生丢了 真丢了 手机丢了 男子汉面对镜头居然都哭了 那现在求求你 把数据还给我 手机被偷了还是被抢了 李先生 咱这男儿有泪不轻弹 又是求人又是落泪 咋回事啊 嗨 再别说了 李先生11月26号在钟楼一家湖南米粉店吃饭 把手机丢了 这事现在说起来 李先生别提多难受了 不至于吧 我也丢个手机 可没这么痛苦啊 那可不一样 李先生在意的可不是这一部手机 手机这也不是个多么贵重的东西 关键里面有个老爷子 临终视频 等于是遗嘱 这让我是究心不下 遗嘱 这事可大了 可不吗 李老爷子去年过世 过世前为了安排家里以后的事 拍过一段视频 就在这部手机里 不过所幸的是 店里的监控拍到了手机 整个被拿走的过程 这就是拿走个数据的我小孩 你手机在哪 你在哪 手机在这 看到没 黑色的我手机在这 监控中可以看到 拿走李先生手机的小伙 一进店便看到了李先生的手机 但并未叫住李先生 在点了一碗面后 坐在了李先生原来的位置 便将李先生的手机关机 监控来看 这个小伙犹豫不定 也是做了不少思想斗争 但最后还是下了手 拿了手机便离开了店 等李先生再次回到店中 手机早已不在桌上 哎 拿走人家手机的这小伙儿也是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这东西在你看来只是一部手机 但在李先生看来 这东西是他的无价之宝 我有时候把老爷子 视频剪开我看一下 对 拿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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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